说到这个省份,能吃辣,据说连湖南四川都不敢battle,就连包子都能做成辣的吃,一个彩礼膏被弄得全国文明,这恐怕也是被黑得最惨的一个段子了,说到这儿大家能猜出是哪个省份了吧?没错,就是江西省,我国有很多地区名字相似,仅差一个方位词,比如湖南湖北,广东广西,河南河北,山东山西,但江西是个例外,没有江东与之对应, 有人说它存在感低,而且还总能听到还江西经济贷这个词,真是这样吗?作为一个内陆省,江西被六个省包围,颇有些消失于人海之中的意味,记得江西某位同学说他地理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,我们江西不东不西,简直不是东西,真不知道这是自黑还是咋的,江西简称干,这个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,是所有简称中笔画看着最复杂的一个了, 其实曾经它的简称是江,但是由于江辨识度不高,而且有江的省份太多,又因为江西境内有条干江,就称为干了,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,东临浙江,福建,南连广东西靠湖南,北辟湖北,安徽而共结长江,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,但和它的邻居们比起来,江西有些过分沉默了, 说到江西的省会是哪里,大家或许一时半会儿想不起,而省会南昌也确实让不少江西人觉得存在感低,就连南昌大学,一个211全国范围的一流大学, 有些HR都表示没听过,这简直尴尬了,南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负,但人家也是人节地灵的一块宝地,比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,境内有中国第一大淡水湖,婆阳湖,南昌制造了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,第一批海防导弹,第一辆摩托车,拖拉机,是重要的工业骨干城市,也是亚洲超大型的同工业基地之一, 有西土王国,中国同都的美誉,所以其实说江西要资源有资源,要人才有人才,为什么说存在感这么低呢? 江西规模略大的城市除了省会南昌,还有九江和赫州了,赫州是面积最大,人口最多的地级市,是全国最大的齐城产区,这里是世界乌都,赫州市现在很多工业企业都还在发展阶段,未达到成熟,这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何? 尤其是在交通方面,除了已经建成十分气派的高铁站,赫州西站,未来还要将建设另一个高铁站,赫州北站,绿化和城市规划较有远见,人民淳朴善良,赫州绝对是一个十分适合养老和居中的城市,再来说说九江是个好山好水的地方,被定位为中国百强城市,是中国首批五个沿江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,也是江西唯一的国际贸易口岸城市, 九江港为长江第四大港口,国家一类口岸,九江也有很好的农业基础,有四个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和两个优质棉花菜籽油生产基地,是农业强势,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,境内景点可达两千余处,各具姿态,比如首推的就是寻阳楼了,是中国江南十大名楼之一, 著名的诗人白居易,韦英雾,苏东坡等等都曾登楼提演,水浒传中,宋江在寻阳楼上喝醉了酒,提反尸,也是经典的一幕场景,九江的陆上客运已经相当便捷,近铁路线就有五九铁路,和九铁路等,更不用说京九铁路贯穿九江, 另外,中国有个摆目大,就是在九江鄱阳湖老爷庙水域,老爷庙水域位于中国最大淡水湖,鄱阳湖连接长江的咽喉地段,从地图显示,老爷庙水域南北长约27公里,平均宽近8.9公里,此地东岸有座老爷庙,水域由此而得名,自古以来这里翻成了无数的船只,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们弄不明白的怪谜, 该水域近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的近30年间,就有200多艘船只沉没,1600多人失踪,成功生还,却被下封的不下30人,是个非常神秘的地区。 说了这么多,江西除了九江,干州,还有人人会背的飞流直下3000池庐山,就在江西,和庐山有关的诗就有16000首,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, 最终才有了新中国,金刚山就在江西,江西上饶万年县,因为发现了距今1.2万年的水道,而成为水道起源地,近代水道十足,釜州东湘县的野生道就在江西,江西还诞生了中国最早关于水道的专注,河浦, 还有让我们吃得有点饱的袁龙瓶就是江西人,哦对,差点忘了最有名的景德镇,相约景德镇逛窑子依然是江西旅行最风雅的选择, 江西并没有大家说的存在感低,地理位置也不差,只是和林省的对比一下差得多了点,江西被各大省包围,所以还未称为环江西经济带, 前几年特别流行一个图,叫做环江西高铁图,而且当时是在新闻联播上播出的,此图一出,不要说江西人,就是其他省份的人看着也尴尬, 之后还陆续出过环江西国家级新区图,环江西双一流高校图等等,其实环江西这也有不少误解, 早年间的环江西高铁,环江西双一流大学,还有造谣声势的环江西5G带, 江西凭借这一传统异能屡屡出圈,各种调侃一时间刷满全网, 其实5G示范城市建设省份早在2018年就公布了,全国共18个城市,那时候确实属于环江西, 但是在2019年10月底,在全国首批50个城市正式开启商用的信息,其中就包括了江西省南昌市和江西省鹰潭市, 并且江西政府提到,江西省5G的发展目标是5G网络建设走在前列,到2020年5G商用步伐走在全国前列, 要是现在还说环江西5G带有点太坑人了,高铁环江西也成为过去式, 2019年底,江西昌干高铁正式通车,到2030年,基本形成六纵六横铁路网主骨架, 其中覆盖全省90%以上的县市区,同时构建三纵三横高铁通道,江西已经一步一步爬上来了, 2014年9月顾坤高铁贯通,2016年6月设立江西干江新区, 成为中部地区第二个,全国第18个国家级新区,可以看到,江西虽然起步晚, 但是还是在逐渐追赶,逐渐有了行动的讯号,江西近几年发展增势较猛, 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当2018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.80%, 2018年上半年江西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亿多元,同比增长9.0%, 增速排名全国第三,仅次于贵州和云南,可见江西发展正是大放异彩的时候, 江西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二,空气质量好于绝大多数省份, 绿色资源也是江西在发展中留存的最大一块矿石, 因为四面环山吧,很难有向外交流的机会, 也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让这个极其低调,甚至没有存在感的省, 装着太多我们向往却不知的美景, 江西有三个世界地质公园,五个世界文化遗产,六个国家遗产, 四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,1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 33个国家湿地公园,4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, 10家5A级景区,106家4A级景区, 两个5A级乡村,88个4A级乡村,18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顺区, 7个国家森林城市,12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 还有无数鲜为人知的古村古镇和美景, 在这个追求健康生活的时代, 绿色生态将会成为江西最耀眼的宝剑, 还有爆红网络的武功山,小编都想去走走了, 最后天有情地有情,不如江西,